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男人情窦初开,喜欢上合作伙伴 意外发现对方竟是六年前救了自己的人 敏柱终于确定对绒珠的喜欢 每一次接触时的心跳加速都是她喜欢绒珠的表现 绒珠也在握住敏柱手指的瞬间生出一股异样情愫 这一晚两人同样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调研结束,各自反程 敏柱不舍和绒珠分开 为了多待一会儿,她问东问西 关心绒珠东西有没有带权 回到家,她欢快地把拍摄的相片洗出来 其中有一张绒珠的照片 这是她第一次拍人物,蕴含着饱满的情意 她把绒珠的照片挂在最显眼的位置 一看到相片,嘴角就不自觉地上扬 村民们敲响她的房门,报告好消息 她不在的这两天,前来订酒的经销商络绎不绝 现在啤酒爆红,过不了多长时间 他们就会成为大企业 敏柱担心他们无法按时完成啤酒订单 好在至上酒夜答应配合她的时间 只要合理安排,就不会影响制作他们自己的啤酒 里长担忧,至上不会轻易配合 敏柱和两位大神相信荣珠的为人 既然荣珠答应过,就一定能做到 可惜事实真的如里长所说 至上召开会议,竞争对手爆出力压至上酒夜的各种啤酒 以打压至上 会长为了翻身,决定抢先推出新品 要求荣珠将新啤酒的研发时间从六个月缩短至三个月 林雅听到这一命令,明白是自己闯祸了 企划组长追问过她,新品推出要多长时间 她如实告知需要六个月 企划组长不甘心被营销组压过一头 为了抢新品开发的功劳 她命令林雅,荣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要如实向她汇报 这才是她派林雅加入荣珠小组的原因 荣珠据理力争三个月时间太紧迫 而且会很大程度地影响敏柱原本的工作 可会长不肯说回成命 营销组长为了赢得胜利,代替荣珠答应下来 扬言荣珠一定可以说服敏柱 会议结束,荣珠去找营销组长理论 说好的六个月,突然变更时间会让敏柱失去对他们的信任 而且缩短至三个月 敏柱根本抽不出时间去完成其他啤酒订单 营销组长不为所动 反正已经签约,敏柱只能按合约来 并用釜山分店威胁她 尽快研发出新啤酒,才能保住分店 村民们一听顿时炸锅了,指责荣珠备刺他们 要求荣珠给他们一个说法 敏柱马上联系荣珠 但荣珠没有接听 在村民们看来,这就是荣珠心虚 不敢面对他们的表现 惨灰见状,私下里把敏柱已经知道 新品提前的消息告诉了荣珠 荣珠马上去找敏柱解释 路上她接到釜山分店同事的电话 同事们都在苦苦支撑 希望她尽快回来 荣珠陷入两难境地 不管她愿不愿意 上面的命令她没办法更改 她能做的只有向敏柱赴金请罪 敏柱安抚完村民的情绪 刚走出来就见到了荣珠 荣珠卑微道歉 敏柱不想她被村民们围攻 在大家出来之前 赶紧把她推上车 让她迅速离开 为了赶时间 敏柱不眠不休地在酒厂制作啤酒 她知道荣珠是顶着怎样的心理压力来见她 也明白荣珠的自责和愧疚 为了不让荣珠为难 她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快地完成手头的工作 荣珠良心难安 回到家借酒交仇 她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六个月的研发时间 只有小组成员知道 可今天会长在会上却精准说了出来 说明他们小组里出了叛徒 提前泄露了秘密 叛徒是谁 荣珠心中有数 次日她故意将一份新品计划书交给林雅处理 她刚转身 企划组长就叫林雅去办公室 林雅准备进去时 荣珠拿过她手里的资料直接推门而入 她和企划组长摊牌 林雅现在是她的人 如果企划组长想打探什么消息 可以直接找她 不要利用林雅 说完带着林雅离开 林雅道歉是自己的错 荣珠理解她的处境 让她将功补过 次日 荣珠带领小组成员来到米柱的啤酒厂 他们要全力以赴 帮米柱制作出经销商预定的啤酒 米柱看着忙碌的众人 体会到了荣珠的凝聚力和组织能力 在大家齐心协力的努力下 啤酒产量节节攀升 两位大婶做了晚饭 靠劳几人 大家吃着笑着很是欢快 林雅却一言不发 尽职离席 惨灰追上去 一手拿花 一手拿啤酒安慰她 林雅吐露心声 她还是个新人神 每天兢兢业业努力工作 从初出茅庐熬成了公司前辈 可是经验越多 手下的人越多 就越怕出错 为了掩饰不安的内心 她用美丽的外表武装自己 让自己看起来无懈可击 所有人都赞叹她貌美 在她面前自残行贿 她很享受这种出类拔萃的感觉 直到遇见荣珠 荣珠对她的美貌 她使用的名牌不屑一顾 只看重实力和态度 原本她和荣珠是两个次元的人 可随着接触见多 她很羡慕荣珠的能力和性格 不过她很矛盾 一边羡慕又一边讨厌着荣珠 她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惨会安慰她 她能这样想 说明她本身是个优秀的女生 还有一点毋庸置疑 她确实很漂亮 林雅被夸得有些不自在 莫名羞红了脸 敏珠带荣珠参观她住的房间 荣珠左看右看充满好奇 当看到自己的照片 她忍不住感叹 敏珠对她真好 唯独给她拍了照片 敏珠确定心意后放飞自我 看着荣珠的眼睛 面带笑意说道 荣珠进来了 谁都无法进入的地方 荣珠心跳加速 为了掩饰慌乱 她向敏珠索要照片 敏珠站在她身后 意犹所指地说 这是她的 荣珠大笑 眼神会错意地尴尬 敏珠也悄悄松了口气 一场暧昧拉扯 两人精神紧绷 却乐在其中 次日几人又忙碌了一天 勿送林雅和灿辉离开 荣珠称自己在釜山有约 要先赶回去 正好敏珠也要回釜山看地点 分别前 敏珠伸出手 要像灿辉和林雅那样 机长告别 荣珠伸手机长 却被敏珠握住手掌 敏珠来到父亲家 弟弟热情迎接她 继母告知 她父亲称有客人要来 出去迎接客人了 敏珠懊恼 早知道有客人应该改天再来 继母认为她有在场的必要 听说客人是六年前 救她一命的恩人 敏珠这才知道 父亲不仅知道对方是谁 还一直和对方保持着联系 继母表示 恩人今天第一次来家里做客 此前她也没有见过 敏珠紧张等待 她要好好感谢给了她第二次生命的人 然而她万万没想到 跟在父亲身后进来的人 竟是刚刚分别的荣珠 看见荣珠的那一刻 敏珠想起了车祸那段记忆 此前她一直想不起恩人的脸 现在她清晰地看到 在外面呼唤她的人就是荣珠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